2016年8月24日 欧洲南方天文台发现一颗离我们最近的行星 它就是比林星B 这颗行星恰好位于其恒星的移居带上面 而且比林星B拥有一个大气层 这意味着这颗行星上面可能有生命 如果地球出现变故 人类不得不向太阳系之外移民 那么比林星B是最好的去处 该行星相对于地球的运动速度大约为时速5000米 比林星B距离地球只有4.2光年 在天文学尺度上 这是一个十分近的距离 但是对人类现在科技而言 这个距离仍然遥不可及 比林星B被其恒星朝起锁定了 也就是说 在公转过程中 比林星B始终以同一个面朝向恒星 比林星是一颗红矮星 色球层非常活跃 经常出现喷发现象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比林星B上面会受到高能射线威胁 在天文学尺度上 EAU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大约为1.5亿公里 而比林星B距离地球大约为6.3万个AU 现阶段 人类科学技术无法到达比林星 不过 人类可以制作一个4乘以4米 厚度为100纳米的太阳帆 太阳帆上面携带微型探测器 然后通过地面激光阵列 让太阳帆以五分之一的光速飞向比林星 探测器到达比林星以后 可以为人类进行探测 那么人类该如何到达比林星呢 区率驱动技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区率驱动是指通过改造时空本身 来驱动飞船的一种方法 利用物理学中的漏洞来打破光速不可超越的限制 在整个宇宙尺度上 宇宙空间并不是平坦的 而是存在着一定驱率 如果将宇宙想象成一张大膜 那么这张膜的表面是弧形的 甚至有些地方还会形成气泡 搭载驱率驱动的飞船在飞行的时候 能够用特殊方式将后方空间烫平 减少后方空间的驱率 从而飞船就会被前方驱率更大的空间拉过去 从而实现驱率驱动 这样一来 人类就有机会移民比林星币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下期 下期